欢迎继续回到要财财经台直播环节 大家好 来到即市攻略的时间 和大家跟进大市方面的最新情况 恒指现在这刻升近133点报20505点 期指升近136点报20525点 高水20点 成交方面挨近5万张 至于国企指数升超过1% 最新报是8829点 升127点 大市成交暂时截止差不多11点 就有238亿多 这节目和大家跟进华润指第1109内房股 见到现时股价方面升超过2% 暂时向好 现价在19.96 公布上月份合月方面的销售 还有卖地方面的情况 跟进数据方面有分析员譚之乐 先请出来了 安娜 你好 安娜 你好 我们看看华人置地方面公布了 在3月份实现的合同销售金额 概括有86亿人民币 按年来说似乎升得不错 升了就是68.3% 同友说以超过35亿人民币 收购了3幅地 似乎卖地的情况又不错 至于卖地土储方面 似乎在增加 对于华人置地的本业 看法是否比较乐观 其实内房股现阶段的基本因素都不差 大家都是最主要担心 在未来来说 有机会收紧 特别是这些一线城市的政策 会陆续收紧 会影响他们的表现 因为内房的业绩好 或者销售好 理想 最主要是受惠一二线城市所带动 特别是这些城市现阶段的需求是强的 所以预料短期来说 表现都不会大过差 但是从消息层面上看 预料未来来说 会越来越有一些收紧的政策出到来 所以即使第一季的销售表现好一点都好 全年来说能否维持着高增长势态度 就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你看回的 好像华人置地或其他的内房股 其实公布完首三季的销售数字 都以一个很高的双位数字增长 甚至有一个倍升的情况 跟去年比较 始终去年的基数相对较低 但是我想你看到的 好像说华人置地在内 其实今年的合约销售的目标 都是按年升大约一成半左右 看回现阶段 始终市场的需求那么强劲 内房的板块又未必真的那么差的情况下 要达标的可能性就相对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帮助性刺激性 就真的未必太大 始终这个板块 其实近这两个月来说 表现相对比较有理想 但是始终市场 大家都是关注于未来来说 会不会有些收紧的政策出到来 一些政策出到来之后 会不会影响这个板块销售表现 是有这个风险因素在 第二方面 如果你在说他们的买地那方面 我觉得意义又更加自然大 因为始终你在说总流面面积 都是在说大约160万平方米左右 对于他们总共的土地的储备 有成4000万平方米来说 这三块地的贡献度 或者是帮助性 不会说真的非常之大 所以我想你看到的 如果只是单依赖一些合同销售数据上 其实都不单止是华人置地 整个板块都摆明是好的 这些数据都预料是好 但是未来来说 究竟销售表现能不能够维持一个状况 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关系的因素 而市场现交段的消息层面上 都见到 内房看来说有些收紧的措施 来到未来 机会性出来会比较多 反而在扶持的政策上 帮助性可能不是太大 所以这个板块 如果论基本因素现交段来说 的确是好的 但是投资价值 未来的前景方面 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风险因素在 看到内房股方面 内房整个板块出现负面的消息 通常都是来自一线二线城市 一些流控方面的情况 好像深圳以及等等一些 楼市方面的楼价方面 都似乎僵硬的情况 至于就是蛇口方面的豪宅 更加有低价开盘的情况 大家关注一些新的政策细则 可能会出台的 对于一二线城市 布局多一些的内房股 会不会有三个比较大的内房股 就是万福企业 卫允之地 以及中海外来计 其实卫允之地有比较多的楼盘 是一二线城市 会不会加重有谁担心 其实所有的大型内房股 他们的业务上 都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 所以分别不会太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因素 会不会因此导致大型内房股 会做得比较差 基本上不会 因为始终第一方面 一线城市 未来政策机会有机会收紧 但是论需求 或者论销售表现上 都会较其他城市为好 因为在说一些三四线城市 未来说 可能去库存 会有些陆陆续续的扶持政策 但是即使有这些政策 始终当地的经济表现又不是强 第二方面 当地的居民 可能买楼的意欲 也相对不太大 即使有政策扶持 其实帮助性都不会太大 反正一些一线城市 即使有收紧的政策 我都相信整体的需求 都会仍然强 所以最多 我都可能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 都是说销售会有机会增长防活 但是会不会倒退 或者说突然间走势 突然间会转好差 一线城市会令到 直接去蠶食他们的盈利能力 机会性不是太大 其实看回2015年的业绩 见到最关键的因素 一线城市的毛利率 就真的相对地比较硬 我相信即使有收紧政策都好 实际上的毛利率 不会有个负面影响在 我相信一线城市的盈利贡献 未来仍然会是大的 所以我觉得首选 都会仍然选择这些大型内房股 好了 两个内房股 两个比较大的内房股 今天来讲都有相关的新闻 说的是华润 有议议计划接手保能系所持的万科股份 其实华润本身都是万科股东 但有意接手保能系手头上的股份 雙方因为价钱更多谈点 所以暂时还没有达至一致的方案 其实对于万科投资者来讲 今次的争夺战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万科近期来讲 股权方面的变动 大市场都觉得万科很大机会 有很大型的动作出到来 但始终我觉得内房股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价格的看法 分歧是非常大的 有些可能你说 如果以账面每股资产正值去计算 内房股现阶段的股值 特别说这些大型内房股普遍来说都有一个日价 但相对地你说大型内房股当中的慢货 现阶段的股价对于每股资产正值来说都有一个这样的幅度 所以买那个 会不会愿意用一个比较高的日价去买他们的相关股份 这个未必会发生 但如果做不到这个每股资产正值可能接近价格的情况下 亦都说持有的股东不会打算卖给他 所以说万科的股权变动其实就说是相对比较大 始终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炒作空间 其实就未必或者我觉得有很大的冲净在这里 但值得留意就是说万科始终说他们的股值 的确相对其他的大型内房股来说 他们是相对地比较便宜的 我觉得这方面来说 论投资价值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这里 谢谢阿来 对于这个板块的分析 跟大家先跟进一下这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中海外现时这刻升幅超过百分之一 现在继续24.4 华康之地升跨近百分之二 报19.9 万科企业升超过百分之二 最新报19.1 至于碧果园方面 升跨近百分之一 继续3.13 至于世务房地产 升跨近百分之0.2 继续11.04 库里地产现在升跨近百分之三 做11.28 雅居落升超过百分之二 报4.42 合景泰富升超过百分之二 报5.3 六成中国最新报5.97 升超过百分之二 恒大地产稍微升跨近百分之二 最新报5.7.8 剩下时间跟跟进一下港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恒指 公布内地方面的CPI和QBI的数据之后 似乎太大变动 现时保持着150点左右的升幅 现时正在二万零五百二十三点 大致成交二百五十七亿多 来看看数据方面对于港股方面的影响似乎不大 接下来港股有什么指标性的数据可以留意 其实你说现阶段恒指 虽然整体而不是有太大的变动 但是其实你说由低位反弹 幅度也一点都不少 都升了二百点又多 其实你看到市况 现阶段都表现较强的 始终你说这个星期内地很多的经济数据出到来 你说CPI和BPI这个数据 未必说是市场最关注的一些数据上面 你说数据上面大家最关注了 始终都是第一季的GDP增长 你说市场本身对于第一季的GDP的看法 就看得非常之差 但是你说实际上出来的数据 是不是真的有预期中那么差 这方面有保留在这里 亦都见到 近期来说 无论看一些M2的新增货币 或者新增贷款这些数据上面 其实整体的表现都不算差 如果这些经济数据出到来 就比市场预期好 我相信对市况来说 都有一定的帮助在这里 最重要就是说 始终现阶段市场的气氛 真的不算太过差 市场都会继续冲进内地 陆陆续续会有些扶持的政策出到来 去确保第一、第二季的经济 没有出现一个明显放缓的情况在这里 所以你看到 如果真的见到第一、第二季的状况 没有市场预期中那么差 那之前特别在第一季 一、二月份的跌势上 会不会跌过龙等等 有这个机会性在这里 所以股市仍然有条件出现一个大反弹 不过来看短期来说 这些数据未出来之前 我预料市场的观望气氛 会相对比较浓口 行指可能都会徘徊在一些上落代变的格局上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看 虽然你说行指今天 由低位反弹上来不少 也升穿10、20天线 但我想你看短期来说 不排除行指真的有机会 反复穿梭在这10、20天线 即20,400点这些区间 而较重要 行指现阶段是徘徊在 大概是20,000点至21,000点的区间 在这1,000点区间上 不排除继续会上落代变 我相信你说真的 如果你要看好后市的话 起码都要见到行指突破了 3月底的高位即20,800几点这些位置 如果行指能够突破20,800点这些水平 后市的确有条件提高一线 甚至可以看回21,500、21,600这些位置 也不奇怪 但一日未突破这些阻力位置前 我觉得暂时来说 都可以先抱一个观望态度 好 A股方面升幅似乎继续保持着 1%至2%左右 见到是升得最多的在新政城市 升超过2.1% 现在正在10636点 上证方面升近2% 正在3044点 护心300指数 升幅1.8% 正在3246点 阿来,谢谢你 和你做新报 提及个价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有没有持有的? 有没有持有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和大家见面